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昨天下午在行政院长卓荣泰 邀请朝野党团到行政院沟通之后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直接表示 会中有达成决议 三党的党团干部跟行政院长都有签字 周五的时候就会支持总预算案复委 已经达成相关的决议 第一个 对于进法补偿每公顷6万块 行政院同意在明年最佳预算的时候 把它编列完成 以后的逐年都在年度预算中当中 直接来编列 所以依照立法院的通过的法律案来执行 这个已经达成共识 第二个 对于健保点值 是不是在明年6月30号 能够来起付每一点0.95元 今天也达成共识 在明年6月30号要达标 那对于工粮收购的部分 因为农业部的部长 非常的不认真 不负责 对于整个事件到现在四个月 没有提出任何的方案 郑重警告 这个不识任农业部长 要他把确确实实的事情 能够跟行政院来反应 所以院长也希望说 能够了解真实的情况 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 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案 并符合立法院今年7月16号 所做成的主决议 我们讨论过程当中 基本上是非常的融洽 今天卓院长也展现出高度的诚意 我想我们今天整个总预算 经过六七个礼拜的讨论 今天大概到目前为止 我们正式签署了今天的会议决议 我想国民党会支持明天正式来复委 这个我们回去会讨论 我们回去党团进一步讨论一下 这个讲话就直白一点比较好 今年大家在行政院 幸福非常良好 而且要善意解决 当然就是要复委 不然今天大家签了 签什么东西 所以也不必这日远远 当然复委 这个毫无疑似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昨天的会谈当中 原本外界预期 很可能又是翻桌收场 但是最后气氛良好 而且达成了不少共识 朝野都各自让步了 但是刚刚傅昆奇 也有特别点名的 就是农业部长陈俊记 这个部分我们带您看到 这新闻幕后陈俊记当时 由于他坚持工粮收购 长不得 连绿委都不出手相救 因此立刻成为了 全场的剑拔 好 还有一个争议是 立法院的财委会 审查了财政收支划分法 相关的修法草案 国民党籍的 赵伟陈玉珍 宣布全案出委员会 并且交付协商 绿营方面 讽刺他是三分针 而在现场推积之间 民进党立委中嘉宾 更是出手来抢夺 中国时报 摄影记者的采访证 到现在也没有公开道歉 国民党呢 抢快让财化法 修正案出委员会 连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也都指一程序很草率 没有宣读白银的版本 好 但是呢 陈玉珍有解释 当天因为现场很混乱 来不及全部读完 但是呢 民众版本 可排入院会 禁赴二读 再抽出来 并按做审查 好 您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财委会的部分 由于审查 财化法爆发了 严重的肢体冲突哦 另外呢 还有一个人 高龄的国民党立委 陈永康 在议场呢 为了维护议事人员 结果也被严重的推击 现在造成他 右膝的十字刃带断裂 伤势呢 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更加的痛了 因此昨天上午 有送到台北的荣总 院方打了麻药 从受伤的膝盖内 抽出了大约是 50cc的鸡血 医院呢 一度建议 应该要立刻的 开刀治疗 当然针对这个部分 民进党立委 使用暴力 杯葛议事 推人打人 砸东西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立委 李燕秀发现了 这些杀红而演的 绿营立委当中 有很多 其实都是赖系成员 每天都在求表现 要演给自家的老大 赖清德看 真的是非常离谱 其实民进党 真的是一个暴力的政党 我们无论是看 中嘉宾之前 在国会改革的时候 推起陈金会 他不会因为说 女生 很多男性 民进党立委 还看到女性 我稍微退一下 但是我们看到 那个中嘉宾是 不管你是男是女 是记者 我该推 我该打就打 我也看了吓一跳 说怎么会去打记者 我觉得这个真的 民进党是杀红了眼 或者是我应该说 是不是为了表现 给赖清德看 你看昨天出手 打的很多 都直接是赖系的成员 包括赖会员 包括郭国文 包括中嘉宾 这些都是赖系的嫡系 赖系的嫡系 每天要演给赖清德看说 我们撑在这里 但是你不要忘记 全国民众都在看 特别是我们昨天看到 所有财委会周边 所有的看板 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一个贴的 都是民进党当时说的 在野的时候 区域立委 无论是从县市首长 赖清德 张花冠 潘孟安 还有苏贞昌 当时做县市首长的时候 都说 才华法应该要修 才华法是一个 不公不义的版本 我们地方苦哈哈 都应该要修 怎么会变得民进党 执政之后 集权又集钱 然后左翁太突然说 这是一个最好的版本 民进党经过八个月 应该说执政九年 从上个会期审到现在 行政院 财政部到现在 还不肯提出版本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 以托待变 那不负责任的状况 东民密码 东民密码